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现在父亲的困难是比较大 为何他在传统和新一代的混合 传统是看见他以前的爸爸妈妈 爸爸单方面地很有威严赚钱 因为主要是钱的权威性很大 但他真的可以所有家务 其他事完全不做 依赖给太太 但我们现在 刚才我说的 我们一方面要记住自己是领导的角色 但领导里面不是自己高高在上 然后走开了 不理其他人 正正你当中要积极地主动在当中去参与 你要心里面服侍太太或者子女 我看父亲的角色 其实在以前来说 我们一直觉得爸爸出去赚钱 我不用搞这么多事 我想起我自己也是 比较着重在外面做好一点 回来我疼我的子女 或者在重大事里面 都跟他们分享 就觉得已经做了 不过我觉得自己也犯了一些错 就是把其他教导 琐碎那些 完全依赖给太太 反而是弄口反绝的 所以我觉得最真要之前 是跟太太商量 我们要怎样去教自己的子女 这个我觉得是需要的 我想父亲和子女的关系里面 是否嫌和催 我觉得反而不是那么重要 在我的经验上 我觉得要跟别人都经常说 我真的体会到 就是要跟太太配合 有人说你嫌又可以的 催当然不是乱来的 我太太是比较严谨的 我是比较宽松的 我着重过大怒 所以变成了很多时候 我们初期的时候 教导是很不一致 令到弟弟无所适从 我觉得这是我很大的教训 角色其实当然可以调动 但在角色当中 就是自己清楚自己是做些什么 有时可能是参与了 例如帮了手煮奶的 但是做了家务的工作 但其实心未必在做家务的工作里面 这个带出来的效果都是低的 当你很关顾他们 以及很欣赏他 以及很欣赏妈妈 他们都会学习到 原来作为一个领导的时候 你都需要去什么 去关心其他人 亦都去体会在你身边的人 这个就是爸爸原来很重要 以及子女都会记住 爸爸曾经在教导是怎样的 另一方面 可能妈妈比较在世微 生活上的照顾 所以我觉得是两者互相配合 当然我们正常说 我太过突出了这件事 参与度是低的 但我想不是因为这样 而爸爸可以抽离 其实爸爸正正就是一个领导的角色 他需要在船里面 好像是船长 不是船长是领导的话 可以在不在船里面 而是更加在船里面去参与 所以我觉得 慢慢会多一些学习和我太太 一起参与家庭的活动 即是活动一起去做 以前主要是太太去做 现在我都去学习一起去做 我想最重要反而是 就是整家人参与 即是男性是不习惯 去开口讲他的困难 不过在我经历里面 发现说了 子女知道你将你的软弱 讲出来 其实很开心的 开心不是因为爸爸那么差 而很开心就是 爸爸肯将自己的软弱都讲出来 他们会尝试帮你一起想 怎样去处理 原来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其实最后结果你的困难 一样是面对 可能男性惯了 就是困难一定要自己面对 我要自己处理 原来不是的 那些子女知道 太太知道的时候 其实说两句 说真的那两句可能没有意义 甚至是讲笑的 但那种东西令到你 那种关心和给一些意见的时候 虽然有时是很无契 但那种无契令到你觉得好笑 其实反而令到你的担心已经没有了 就是体会了那个家庭里面 原来的支持就是很重要 所以更加让我反省 我作为父亲的 我讲的东西 我做的东西 我很小心 我看到我现在有时候 我的子女 有一些不好的缺点 其实都可能是跟着我的 所以我也要慢慢去学习 希望其他的父亲都是 就是做父亲一生去学习的 在不同时期的子女 有不同的表现 我们亦都怎样应对 其实是真是一路这样学习的 但我想最重要的其中一件事 就是自己不要离开一只船 自己记住我是船长 我一定要带着一起走 但这个带着不是高高在上 而是跟他们一起参与 让他们知道你在一只船上 他们就会觉得安全 因为你不是跳了一只船 而是在一只船里面 当然你未必做到 不太懂技术很高 但只要知道你在里面 其实他们就已经觉得安全